乙酸和乙醇的反应 我们借由乙酸和乙醇间的反应 来了解其生成物的特性 取两支饰管 分别标示成夹、乙 用烧杯装叶子 用150毫升的水 加热到70度后 熄火备用 用两桶装两毫升的乙醇 装入甲氏馆中 用手扇纹乙醇的气味 量取两毫升的冰醋酸 用手扇纹冰醋酸的气味后 倒入甲氏馆中 在甲氏馆滴入5-6滴浓硫酸后 以氏管夹将甲氏馆放入准备好的热水中 用玻璃棒持续搅拌 用玻璃棒持续搅拌3-5分钟 取出甲氏馆并加入5毫升的水 用低管将上层液体吸出之后 移到乙式管内 移手扇纹生成物的味道 问题与讨论 1. 乙式管搜集到的生成物 其气味与冰醋酸或乙醇相同吗? 以氏管所搜集到的生成物为脂类 具有香味 与冰醋酸和乙醇的味道不同 2. 乙酸和乙醇反应生成的产物 仅能略溶于水 且密度比水小 故加水少许 能使多数生成物浮在水面上 与其他乙溶于水的物质分离 可收集到纯度较高的产物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